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巴赫木特方向最新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呢,瓦格纳工兵和乌军在巴赫木特方向主要还是在市中心沿巴赫木特火车站进行争夺 而且非常惨烈,这个巴赫木特火车站 这个巷战是应该说目前来说是二战以后最惨烈的巷战 那俄军和乌军都没有公布具体的这个视频 但是从现在来看,获得的现场的情报还有现场的一些照片非常惨烈 大量的乌军还有瓦格纳尸体被抛弃在巴赫木特火车站周边 而且这个战斗是24小时进行 夜间双方的战斗更为惨烈 瓦格纳工兵甚至整个连队整个连队的冲锋夺取了个大楼 在大楼里面进行这种厮杀 这种厮杀的吼叫声响彻整个巴赫木特火车站 非常恐怖,你可以想象啊 那个大楼在燃烧着火,一层一层在烧着 然后里面啊,鬼酷狼嚎,互相之间这个 瓦格纳工兵和乌军之间这个肉搏战啊,那种嚎叫声 就像人间炼狱一样 所以这个巴赫木火车站现在是可以说整个顿巴斯战役啊 这是最恐怖的地点 那么在外围啊,在巴赫木特北部啊 在赫鲁莫沃,瓦西里夫卡这个方向 昨天给大家介绍了 乌军啊,向这个方向进行了增兵啊 这个赫鲁莫沃方向呢 是未来瓦格纳攻击的重点 乌军其实也早就知道了 所以向这个方向增兵了 最新的消息呢,是额总舱部侦察发现呢 乌军的国民警卫队第50团 第71独立船 那么现在都向巴赫特方向增援 另外呢,还有第78空中突击团 也就是散兵 同样呢,波兰的这个公军也抵达了这个方向 波兰公军呢,使用的是波兰的死亡骑兵 票骑兵,死亡票骑兵的这个勋章 就是骷髅头 组建的波兰志愿军 所以现在在这个方向呢 乌军还是大功的增兵 双方还是河鲁莫沃、瓦西里夫卡方向增兵 那么巴赫木特市中心的战斗呢 俄军今天呢,在巴赫木特火车站 也就是这个火车站沿线 那么攻占了巴赫木特的这个体育场 在这儿啊,攻占了这个体育场 这个体育场啊,实际上就靠近巴赫木特火车站 现在呢,实际上大家看这张图啊 现在实际上呢 俄军呢,在巴赫木特火车站啊 已经控制了 巴赫木特火车站这个东部啊 几乎全部的领土 这图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些 只留下一条街区 只留下沿巴赫木特火车站的一个街区 只留下一个街区 也就是最靠近巴赫木特火车站的一个街区 其他的领土全部被俄军控制 全部被控制 所以在巴赫木特火车站的战斗 俄军呢,取得了突破 那么现在巴赫木特市中心的情况呢 沿巴赫木特火车站 大家可以看 沿这条火车铁轨向南 最新的消息呢 在米格17这个方向啊 俄军取得了突破 也就是控制了 巴赫木特南地区 这个进出通道 大家看到克拉斯诺 到克拉斯诺方向 这个进出通道 现在被俄军 你可以看 已经控制了 这个红色区域就是已经控制条高松路 那北部现在呢 乌军被挤压在赫木沃这个狭窄地带 双方沿巴赫木特火车站 这条铁轨对峙 那现在沿柴普斯大街 柴克普斯大街 南部地区形成新的这个分界线 双方沿柴克斯大街进行对峙 那么现在在巴赫木特市内呢 截止2023年的4月7日 莫斯科时间的下午16点 瓦格纳工兵呢 控制了巴赫木特这个灭大陆啊 也就是钢铁工人体育场在这 南部地区的这个体育场也被控制 这两个体育场都被控制 从东南部啊 目前正在向巴赫木特警察局大楼推进 那现在在巴赫木特警察局大楼外围 双方发生了激烈战斗 那在巴赫木特的北部 瓦格纳工兵靠近了玫瑰巷 沿泽列纳亚大街 几栋建筑物与乌军进行了激烈的巷战 在巴赫木特火车站南部地区呢 突击部队沿铁路沿线叫科瓦尔斯卡亚大街 建立了这个阵地啊 现在已经控制了科瓦尔斯卡亚大街 几个高点 那俄武装部队呢 成功突破了乌军在正中央的防御区 乌军现在呢 退守到巴赫木特火车站汽车站附近建立防御区点 巴赫木特火车站在这儿啊 汽车站是在北部在这儿啊 这儿啊 这是巴赫木特火车站 汽车站大楼 在这个方向 那如果呢 巴赫木特火车站和汽车站方向被俄军控制的话 那么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南部地区侧椅 南部地区的侧椅就会被俄军攻击 那乌军现在正试图啊 在各个区域进行反击 主要是北部地区 北部地区进行反击 巴赫木特的西郊现在部署了乌军的国民警卫队第十四独立突击旅 还有乌克兰特种部队基辅巡逻警察团 这几个部队都是新进入巴赫木特的 乌军呢 在巴赫木特市内的这个人员现在是一万到一万六千人 此外呢 乌军的第53旅第24独立营爱达尔营 从斯图波切克附近 已经抵达了巴赫木特 在南郊西南郊 柴克斯大街 克尔森大街 那开始布防首位这个康斯坦 诺诺托普卡至巴赫木特的T0504公路 就在这个南部地区 大家可以看沿这条0504公路 是由这个爱达尔营他负责的 那么在整个巴赫木特外围呢 现在部署的乌军总人数 外围约有5万人 约有5万人 那这5万人呢 主要集中在索达尔 索达尔这个方向 大家看索达尔在这 外围的部队呢 主要是针对索达尔方向部署 包括第24旅 第3旅 第5旅 第4旅 第17旅 第10旅 28 30 67 93 53旅 一个营 57旅 46旅 77旅 80旅 26 40 43 45 107旅 113 119 241旅 另外还有乌克兰边防警察局 快速指挥办公室 公共秩序保护第5团 另外还有国家警察部队 另外还有格鲁吉亚志愿军 预备一部队呢 现在也被部署在巴亨特 所以现在巴亨特北部地区啊 实际上乌军呢 正在为春季攻势啊 发动大公报反击做着准备 所以整体来看呢 实际上巴亨特方向啊 整个乌军的这个 主要的进攻方向在索达尔 下一步呢 是要进攻索达尔方向 并不是要攻击巴亨特 所以索达尔和巴亨特 未来会形成联动 俄总参部 现在也在根据乌军的新的部署 也在调整 特别在巴亨特方向 你可以看到啊 俄总参部的很多部队 在接防 瓦格纳工兵的这个阵地 这个接防的目的呢 实际上是让瓦格纳工兵 来获得一定的机动性 所以未来呢 俄军判断索达尔会成为主攻方向 而巴亨特方向 现在来看 乌军不愿意撤出目的 也是吸引俄军主力 在巴亨特 所以双方呢 都在斗智斗勇 你可以看 这就是啊 这就是战争的魅力 双方都在 都在进行博弈 那如果要总攻 索达尔方向的话 那么俄军的主力 必须要向北 向北 来应对乌军 强大的5万人的部队 进攻索达尔 所以我总参部 从现在呢 整个顿巴斯 巴亨特北部地区的情况来看呢 未来索达尔至斯拉比亚斯克之间 M03公路 会成为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 乌军以及俄军 都在这个方向 进行大规模的集结 所以未来这个方向 会发生大规模的战斗 实际上现在乌军呢 这个春季攻势 已经进入倒计时 全世界都在关注啊 这场 我觉得是人类啊 二战以后最大规模的突袭战 全世界都在关注啊 由北约指挥的 北约装备的乌军 这次大规模的反击 这也是人类二战以后啊 最大规模的 现代化战争 和过去的什么阿富汗呢 伊拉克战争 那是完全两个性质的战争 这实际上是高科技战争 是高科技 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 也是检验北约 检验美国实力的一场战争 俄军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 那就巴默特北部地区 苏达尔会发生啊 会发生大规模的战斗 巴默特室内啊 现在来看 乌军在巴默特室内是 实际上并没有大规模反攻的意思 所以选择的是苏达尔 那春季攻势呢 很快就开始啊 我呢也会一直关注 关于乌克兰方面 俄罗斯方面 有更多的军事情报呢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他